2003年1月20日,Craig离我们而去,永远长眠于加拿大的雪山中,终年36岁。 在Craig Kelly短暂而精彩的一生中,他拥有数不清的头衔,四届单板滑雪世界冠军,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职业单板运动员, 却在职业生涯巅峰,拒绝了百万美金的代言,成了推动单板滑雪进入大山的修行禅师。 这里是比利白,听我讲滑雪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聊聊Fair Reading教父,Jake Burton的此生挚友, 无数单板大神的导师和指楼明灯,Craig Kelly。 在2006年发行的Craig Kelly纪录片Lady Ride的开头,Craig说道, 单板滑雪就像人生,有开心,有悲伤,会害怕,有时在工作,有时也是纯粹的享乐。 虽然在我开始滑雪的年代,Craig早已离我们远去,甚至于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CK是谁, 但我从Craig身上学到很多,至于滑雪,至于人生,Craig Kelly is my co-pilot。 仅以此视频致敬Craig Kelly,致敬这位单板滑雪的伟大仙区,老师。 时光回到1966年4月1日,女人节,Kelly一家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妈妈笑着说,这回我们有了第一个练手的孩子,并为其取名为Craig Elmer Kelly。 没过多久,小小的Craig就向父母证明了自己确实不太一样, 刚上幼儿园的他便已经对简单的图画游戏和鸦鸦学语感到无聊, 已经拿起书,开始阅读了。 Craig在三年级的时候就跳级到了高年级, 从那以后,Craig仿佛永远都会先人一步, 他是学校里第一个滑花式滑板,第一个参加BMX自由式越野自行车比赛, 第一个玩冲浪,到后来第一个踩上滑雪板的孩子。 那时,大家一边觉得他很有趣,一边也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矛头小子总花费这么多时间在一项项非主流的运动上? 他的朋友回忆说,Craig从小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完美典范, 也许是因为总是现任一步地去尝试各种运动, Craig在所有的圈子里都很受欢迎。 这就像是Craig未来传奇人生的一个预兆, 当Craig在13岁时搬家来到Montverno的时候, 专门有孩子来到Craig家门前想认识一下这个新的朋友。 1981年冬季的一天,Craig的朋友Jeff Roughton 邀请他到自己父亲开的一家滑雪板店去解锁新的玩具。 在那里,14岁的Craig第一次见到了由木制雪橇板改造的, 带有钳支拉绳的初代圆形丹板Burton Black Hill。 随后Craig和朋友们在家附近的Van Baker山开始尝试这项雪上冲浪运动。 Craig立刻着迷并说服自己的父亲为他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块Burton丹板。 至于鞋子,Craig将自己的一双网球鞋涂上树纸并绑上香蕉绑带用于防水。 Craig拥有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套丹板装备。 雪橘店老板Jeff的父亲回忆说道, 当时很多孩子对丹板滑雪这项运动并不感冒。 但是当他们看到Craig在雪板上的灵巧深姿之后, 他们也迅速地爱上这项运动。 1983年,17岁的Craig一边把丹板滑雪玩得风生水起, 成为了这项运动的推广大使。 签约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赞助商, 成为了正式的俱乐部成员。 一边以GPA4.0的成绩, 考入了国立长青藤、华盛顿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1985年,19岁的Craig登上了世界上第一本丹板滑雪杂志《绝对激进》。 讲述了他作为新秀在Montbaker Banks Lalloon回转比赛Ciela冠军赛时的故事。 Craig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训练, 这几乎是一种禅宗般的技巧。 他的母亲展览说道, 怎么形容呢? 他是那种, 如果第二天有自行车比赛, 他会在头一天晚上把自行车拆开来再装回去的那种人。 Craig在后来的采访中说道, 当我训练时, 我非常善于分析, 我会去研究每个肌肉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我在滑行时感到不完美, 我会去琢磨。 如果我脚跟部位感到不舒服, 我会想, OK, 下次我用另一种方式去给他施加压力, 看看会怎么样。 在上世纪80年代, 很少有任何人能以单板滑雪为生, 职业单板滑雪运动员的概念更是稳所未稳。 在距离Craig成为一个滑雪工程师不到一年的时间, Craig告诉自己的父母, 自己想要辍学成为一名职业单板滑雪运动员。 Craig的父母没有犹豫地支持了他这个决定。 在为SIMS拿下各类单板比赛的单板罐后, 虽然一时拿下荣誉无数, 但Tom Sims却并不想为Craig Kelly开出更好的待遇。 尤其是SIMS引进了滑板公司Vision的资本后, Craig决定离开SIMS并加入Burton。 Craig在化学专业上的知识和他精灵般的自由式滑雪技巧, 瞬间发光发热, 不仅一下比赛, 也帮助Burton打造出了全新的雪板。 此时SIMS将Craig告上法庭, 要求Burton不能生产以Craig Kelly命名的产品。 Jake和Craig的解决方案是, 以Missary Air命名了这块雪板, 既营造神秘感又免去了诉讼之扰。 Jake对此的评价是, 当我开始听从Craig的建议时, 我的公司开始取得了成功, 并迅速腾飞。 当整个行业的其他人都听从Craig的时候, 这项运动开始真正蓬勃发展起来。 至此,Craig已经完成了世人所难以企及的辉煌, 仅仅是他四届世界冠军的头衔, 和难以忽视的天赋和智慧, 就足以让他此生都一事无忧。 Craig的成就自然也吸引了大量资本注入这个市场。 所以, 当Craig拒绝了百万美金的代言冠名机会, 而选择回归大山的时候, 整个化学界再一次感到震惊。 1992年, 年仅26岁的Craig决定不再参加比赛,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随后, 他踏上了旅程, 成为了第一个在土耳其、 伊朗等地进行淡满滑雪的人, 穿越太平洋西北部, 向北到达阿拉斯加。 在日本建立雪崩安全营地, 一居加拿大, 和妻子朋友一起驾驶房车, 从阿拉斯加一路到智利。 沿途在太平洋海岸冲浪, 为期18个月, 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Olivia Kelly的诞生。 随后, 他不断地寻找世界各地的雪山, 开启他征服大山的旅程。 同时, 推广Backcountry, 登山滑雪, Highley Boarding直升机滑雪, 进入大众视野。 帮助Burton研发单板登山滑雪用的分离板Speedboard, 和更适应粉雪和大山的Burton AK系列产品。 目标和梦想是很好的事情, 开始时, 成为一名职业滑手也很有趣, 只不过现在我更想去享受这项运动本身。 在大山中, 你没有观众, 你看到的只有山峰, 你想到的就是怎样滑下去。 没有昨天, 没有明天, 只有此时此刻, 时间和山峰都是静止。 我喜欢这种安静和孤独本身。 我以前赚很多钱, 现在赚一点点, 剩下的就是Freedom。 大部分人工作, 生活, 就是不断地去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 以此来支持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Craig用自己强大的自由意志, 把一种不得不去做某事的生活, 变成了去做你所爱的事情的生活, 并用他自己的天才与天赋来维持生计。 他时刻对自己的生命有着掌控力, 他可以因为喜欢一项运动, 而成为世界冠军。 也可以因为感到疲惫而去重新寻找自由。 他不被任何事情所占据, 所绑架。 他有勇气, 失去一切。 有人说, 选择回归大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但对Craig来说, 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与其说他是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不如说, 他是在寻找那扇直属于自己的门。 时间转回到2003年, 在Craig成为第一个加拿大雪崩安全协会的 丹板化学向导计划的第二年。 Craig在一场训练计划中, 因突发的雪崩事故逝世, 终年36岁。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我生命的一个整体原则, 大概就是活在此时此刻吧。 不是昨天, 不是明天。 因为, 如果你计划得太远, 你不一定能活到那个时候。 如今我们享受的丹板化学, 离不开逝去的伟大先驱。 Jake Burton, Home Sims, Craig Kelly, 愿你们在天堂, 都能继续享受华星。 我是比利白, 关注我更多好玩的滑雪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